我們現在看到彰化 一名在健檢中心上班的 純性女子 平常坐席很規律 也有運動的習慣 不過去年底卻檢查出 罹患了肺腺癌初期 還好因為及早發現 所以目前已經控制住病情了 醫生說 現在空氣污染很嚴重 所以民眾最好要定期接受篩檢 才可以防患未然 不抽菸 不下廚 竟然也會得肺癌 來自彰化的陳雅娟 平時在健檢中心上班 坐席正常 平常也有運動習慣 但他去年進行健康檢查時 卻發現罹患 肺腺癌初期 我講可能就是有一半一半的機會 就可能就是一半是發炎 然後一半可能就是 有肺腺癌的 就是肺腺癌的感覺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的心情就是覺得 還滿驚訝的 索性及早發現 經過醫生治療立即切除後 已經痊癒 目前僅需地期追蹤 就能確保健康 大家的觀念其實以前都停留在 我們只有基本上抽菸的人 你要抽很久 抽10年 20年 他才會得到肺部的癌症 但是基本上 我們這幾年這樣觀察起來發覺 越來越多的不抽菸的人 不抽菸的人會得到癌症 醫生提醒民眾 現在空氣污染嚴重 45歲以上民眾 尤其有吸菸室 或高空氣污染地區的居民 都應定期接受電腦斷層的篩檢 及早發現才能及早治療 聯合報郭宣文 彰化報導